对你们来说 肯的鸡鸡肉卷是什么 一个饼 加上鸡肉卷起来 吃着就行了 对我来说 它是一份卷饼皮 是炸鸡排 是两种酱料 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立的食品 至少可以睡三起 现在你们知道我为什么 哈哈哈哈 现在你们知道我为什么 一直不肯做鸡肉卷了吧 做完这一期 我就更有理由偷根了 先把盐和面粉混合 但是这饼它却不一般 它既脆又韧 只能用半汤面来搞定它了 半汤面就是用一半的热水汤面 做到韧 另一半用凉水和面做到脆 然而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失败了 问题不大 不要慌 还有一点面粉 把它撒在桌上 把这些面粉揉进去 就会好很多了 如果还有点黏的话怎么办 打它它就怪了 摔到不粘手以后 把面团压平 加入植物油继续揉 先把油加进去 会觉得舒服多了 一点都不粘手了 揉光滑以后 整形成一个球形 盖上碗饧面 30minutes later 把面团揉成粗细均匀的长条 切成50克左右一个剂子 然后呢把它们都滚圆 教大家一个建设运动 现在开始 1234223四 滚成这样一个个表面光滑的小圆球 盖上保鲜膜让它睡一会儿 15minutes later 把这个小球压扁 表面抹上植物油 把抹油的那一面叠在一起 稍稍压扁后 用擀面杖擀平 记得中间要翻一面继续擀 才能保证两面大小一致 现在我们就可以去烤了 平底锅开中小火 面皮放进去尽量平整 咦 扣在干嘛 在偷看工日吗 就可以翻面了 干嘛 做什么都得查一下工日 懂懂懂 我懂你的意思 这样能动不动呢 我们就可以翻面了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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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起来 one hour later 这什么回事翻不起来 哎哎哎 右手翻也一样嘛 你你你别笑 你过来你做一个 你做一个 你怎么攒这么大 哎 你为什么在上面散面粉啊 啊 你是不打油的吗 哦哦哦对对对 我不想在那里散面粉 我这角度有点奇怪了 有点刁断 好 开始擀了啊 起来了 你看 你看 如果不翻面擀的话 你看就有一片小一片大 好啊 我来 嘿嘿嘿嘿嘿嘿 来 你没有看到 你没有看到你们 自己做菜的样子 来了哦 嗯哼 好 准备好了吗 来来 哟哟 哟哟 你竟然成功啊 coco这个做得蛮 做得蛮圆的 它又圆 它叮锅不行啊 叮锅不行 哎 我突然想到 我叮锅可以 coco又擅长化圆 如果我们技能合体 半圆 哎圆平 平 咱 圆 去摘你的翻锅身体 翻锅身体啊 哎呦 哎呦 你摘成这样 哎呦 你帮我翻锅身体 蛮有任劲的 又有点脆 又有点任劲 好 这次就结束了 拜拜 coco水视频二 做酱汁 墨西哥和老北京 本是一对好CP 现在墨西哥鸡肉卷 早已下架 成为传说 连coco都迷茫了 但一提到墨西哥 就不得不提到 他们的招牌 沙沙酱 所以我们就用沙沙酱 来配 够墨西哥了吧 最正宗的墨西哥做法 是要先把番茄烘熟 到这种能轻轻 挤出汁水的程度 用搅拌机把它打碎 这番茄好像不够红 你干嘛 这番茄不够红 我偷偷加一点番茄加点 有没有红一点 红了吧 绝对一样 这个好看 为什么只下来水没有番茄 你来搜一搜 加入番茄丁 蒜泥 没有墨西哥辣椒 就用线椒 洋葱丁 香菜末 半个柠檬汁 少许盐 最后加入搅碎的番茄 沙沙酱成就解锁 老北京美的说 当然是配甜面酱 先把面粉放在水里溶解 这样比较好搅拌 抠抠的意思是说面粉充分溶解在水中 做出来的酱汁不会疙瘩 有如丝袜般顺滑 这个酱简单 生抽 老抽 蚝油 糖 刚才调好的面粉水全部混合均匀 开小火慢慢熬煮到这种浓稠的状态 好 两个酱结束了 第二期视频 对 两个酱完成了 哈哈哈哈 第二期 对 对对对 两个酱完成了 第二期视频结束 大家再见 大家来复习一下炸鸡吃 今天我们是用鸡胸肉 来做的 你也可以用鸡腿肉去骨以后 切成条状 还是那熟悉的老配方 盐 辣椒粉 黑胡椒 白胡椒 姜 蒜 今天没有酸奶 就用牛奶来代替了 牛奶不要太多 抓捏均匀即可 2 hours later 还是一样的配方 面粉 淀粉3比1 找一个大碗 混合面粉 淀粉 黑胡椒 盐 白胡椒 小苏打 把它们都混合均匀 腌好的肉里把葱姜都挑掉 打一个鸡蛋包裹猪肉 看过炸鸡 炸 炸 炸是炸 看过炸鸡翅的同学知道 下一步我们就是葱鳞片 这一步很多老鸡翅粉 肯定都没有问题了 鲜果粉 再沾水 放回粉里揉搓出鳞片 160度的油温炸4分钟左右 就能做出完美的鸡片 嗯 但你这个办法啊 对新手来说它比我好了 有有有有 有没有更简单一点的办法 如像我也可以做到的 有啊 我们可以用这个密分袋 来做搖搖鸡 把面粉装进去以后呢 再把鸡装进去 然后这样一搖就行 把袋子上面 密分起来 搖 像鸡味道搖一搖 哎 什么牛 舀完了捏 捏完再舀啊 我看看 让我碰碰 还不错啊 这个鸡片起得不错啊 这样把它抖出来 抖掉点灰 把灰都抖完 好 先来看一下这鸡片怎么样 哎 挺好的来来来 放进来 可以啊 好 哦 很完美 好吧简单 所有人都可以做 我都可以做 你们有什么不可以的 虽然最后的成品 看到绝对像炸猪排 和手搓鳞片不能比 但甚在简单易操作啊 是时候合体啦 终于到了最轻松的组装环节 我们先来做一个老北京鸡肉卷案 先抹上甜面酱打个底 再垒上鸡块和黄瓜条 再铺上厚厚的甜面酱 这样才好吃嘛 最后把外皮卷起来 底部收口向内折 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个墨西哥鸡肉卷案 包法同利可正老北京 我可不会做沙沙角 但是我只要有这个色拉酱 和这个番茄沙丝 一样可以做熟墨西哥鸡肉卷 我做一个给你们看看啊 两种酱裹上一条鸡排 简单 来干饼 来干饼 庆祝 终于把它做完了 我也来一口 甜面酱的甜 黄瓜的爽 鸡排的脆 三维一体 这就是老北京鸡肉卷 色拉酱的润滑 加番茄酱的浓郁 双倍的味蕾冲击 双倍的快乐 这就是沙丝版墨西哥卷 我这个 我这个是正宗的沙沙酱 口感清爽的沙沙酱 可以完全平衡醇厚的色拉酱 和松脆的鸡排 沙沙酱味道比较丰富 我这个也丰富的 我这个两种酱也丰富 丰富 不就是个炸薯条吗 简单才是美 简简单才是美 层次多才是美味 那你们说哪个好吃 一 二 扣一 扣二 正宗的墨西哥吃法 用来蘸玉米片 这样子舀一勺 然后我就直接吃 很美味的 嗯